七零零的 七零零的水 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首先我要看到蓝零的天 七零的水 其次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我的心里是开心的 水来爱 浪开洋洋的天 对 它有故事的发展 是不是 然后呢 干嘛去了 心里去开洋洋会 原来开会去了 它说什么呢 它说是 它说是今天要回家转 原来它今天要回来 然后呢 我就前赏也等 后赏也盼 站也站不定啊 坐也坐不安 所以我就背着 我的爸爸妈妈就来洗衣服了 其实呢 我是来看它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下一段又是什么 它就开始回忆啊 回忆 你去当兵的那一天 你去 这个领奖的那一天 是不是 你去开会的那一天 乡亲们啊 乡亲们啊 送你送到村外 就是就是一段回忆了 比如说啊 你去开会的那一天 你去开会的那一天 有心想跟你说呀 说什么几句话 人多烟燥 人多烟燥 我没敢靠前 没敢靠前 对不对 你听到啊 它就是 它就是表达它一个心理活动 你看你去开会那天嘛 乡亲们啊 都去送你了 然后我都特别想跟你说话 我特别想说几句话 但是又人多呀 又眼杂呀 人多眼杂 我就没有敢上前跟你说了 我就没敢靠前了 然后下一段什么 哦 然后做了一个梦啊 作夜晚宵起 我做了一个梦 忘记了二黑格 你当了魔法 对 它就是这样的 歌剧啊 它虽然篇幅很长 但是呢 它有故事的情节 有故事的一个衔接啊 唱首歌还是要容易得多啊 你看这个歌剧的话 它首先要分很多段 它是有故事情节的 但唱歌剧呢 你只要你唱了几首 能够把它唱下来 你会越唱越有影儿 越唱越有意思的 对不对 它一段一个故事 一段一个故事 它有故事的一个衔接 然后它考验了 同学们的一个什么呢 它考验同学们的这个 比如说 你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然后你的这个 技巧的这个能力 比如唱高音 高低音转换 它有 它不像歌曲那样 就比如说老师自己写的那首歌 我会根据这个旋律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跳动 是不是 但是歌曲就不一样了 它可能一个 整整一个八度给你跳跃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所以它是非常考验人的 它不会有 Może 迟 词 反乐 译 浑 semua 雅 ception 语